圣诞节即将来临新竹县政府特别举办 同去圣诞夜东新郡光艺节活动 12月24号起一连三天将在竹北东新郡浪漫登场 不仅邀请到精彩的团体接力演出 还有七组登景艺术以及进摆摊的圣诞市集 要与民众一起迎接年末的到来 我们新竹县政府在经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一起来抗议那抗议目前是整个都趋缓的 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年来举办东新郡的光艺节 时间是12月24、25、26 同时我们会把这个光艺这些光雕秀 沿着水郡一直会展示到我们的天川日之前 也就是国立2月20日之前 这些都会摆在现场拿大家欣赏 这次光艺节结合光影展演编制花艺 以及量身打造的主题乐曲 并搭配东新郡绿带景观 要带给大家丰富的五感光影响宴 希望让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满满的幸福圣诞感受 我们这次呢我们利用新竹的风的这个特性 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所谓的五感的体验 那我们在灯光的部分 视觉上可以看到光影的变化 在听觉上有我们有林强老师的国际金曲的加持 对那我们在触觉上 我们会感受到新竹的风 那我们在味觉上 我们有特别调适了 适合场域的氛围的精油 大家可以感受到五感的体验 那当然在最后在味觉上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新竹县 体验新竹的美食 所以这次的五感体验 不只是在我们的活动的会场 而是在整个新竹县都能够传递给 命中这些五感的享受 其实因为我比较擅长 也比较喜欢的是电子音乐嘛 那所以我就用比较特别的电子音乐 比较轻柔的 然后比较有圣诞的气氛的 来做这一次的那个灯光的音乐的设计 这次所带来的七组装置艺术作品 包含高达七公尺如蝶翩翩 风起重生的主灯蝶舞 虚实交错的编织光益永恒 一击最佳打卡点光之花园 目光阁等等 白天与夜晚都将呈现不同的视觉美感 邀请民众共襄盛举 凯波新竹简书期采访报道